大街上摆摊你一定经常见宝 但是在山洞里面摆摊你一定没有见过宝 在贵州居然就有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这里就是贵州的县衍托车洞 每年没到荣誉6月19的时候 这里的村民都会来到这里摆摊感激 而且呢他每年只干这么一天 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 这次呢我们就特地来到了这里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山洞感激吧 大家好小丑 现在呢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山洞了 这个山洞呢它叫做龙桥洞 可以看到这山洞里面现在是人山人海 而且在这个山洞的外面呢 也是摆满了很多摊位 这个车都停不进去了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人陆陆续续的来来来走的走 哇可以看这边还有一个山洞 这里面好多人呀 在外面就能感觉到很凉快 他们应该是在这里面乘凉 现在呢我们已经快到这个山洞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山洞外面有很多摊位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 这边还有一个山洞 这边还有一个山洞 里面安了好多桌子 哇这边原来是在卖那个牛肉 这个山洞已经集满了人了 我们再到那个山洞里面去看一下 这里还有卖那些小孩子的玩具 还有那些水枪 还有太阳帽 这边还有卖那个冰棒的 不知道那个有没有电会不会化掉 快看 这里居然还有卖凉菜的 他这个附近的几个村村的人都会来这里 这里也有卖牛肉的 这里还有烤面筋 这里面摊位呢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在这里摆的 然后当地人也会来到这里 当初一场赶机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山洞口了 哇可以看到 这里面好多人呀 我想这个山洞非常的大 快看 这个摊位已经从山洞外面已经摆到 这个山洞里面已经摆不下了 卖的东西也是各式各样的 我觉得这种特别有创意 这个山洞里面非常的凉快 还有卖烧烤的 我觉得简直是一场美食大会 走到这里呢就差不多已经走到底了 那上面呢是一个柔弄 那边有个楼梯可以走上去 等会我们再走上去 它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庙会 它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 可以看到那边有一点火 就是他们来到这里放的那些香火 还有香纸 这里面这个烟好熏啊 现在我们走上去看一下 这个篮杆和石梯都是现在修的 这个山洞里面呢全是这种凸起的石头 可以直接走到顶上 我要看没有多远 但是走起来还是非常的费劲 哇 这个石头好漂亮 哇 走到这里呢已经走不上去了 可以看到这个石头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独特 当地人说呢它像一个刮鹰 我们再到下面去看一下吧 从这个山洞上面往下看 可以看到很多人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非常的有意思 刚才呢我们有说到它这个是一个庙会 但是从我们进来之后没看到什么神像 其实在很早以前它这里是有一个庙宇的 随着时间的变迁呢 这个庙宇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当地村民的他们这种习惯还在 所以呢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依然还会来到这里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挺要玩的 特别适合夏季避暑 与其来说是一场庙会 但是对我这种吃货来说的话 就是一场美食到会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